请告诉我 今天爱是什么颜色 爷爷陪着你的爱 心情又如何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而飘泊的你 狂浪的心 情在哪里 OK 在课程开始之前小达老师 伴着这个张学友的歌声 给大家送来张惠妹的经典曲目是什么 青海 对不对 为什么在这节课中要说青海呢 看到这个题目 跟这个题目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也是密切相关的 想想歌词的第一句 写信告诉我 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写信告诉我 你今天干了什么 你今天想了什么 你今天晚上睡觉会梦到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里这个歌词 我们说写信 写信是经常一种表达的方式 对不对 也是人与人在交流 在沟通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渠道 那么不管是从以前的这个飞歌传输也好 到现在的我们经常用的现代化的email也好 那么它都成为了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 或者我们处理正常的事物 联系他人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对不对 有时候经常说写信很好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跟你面对面 我有些话真的我看着你的眼睛 我看着你的脸 我说不出来 对不对 觉得有点尴尬 那么我就写封信 回去我写封信 写好了 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写到信件里 用文字的方式传达给你 对不对 所以说写信的这个优点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不管是从感性的思考 我们要回归传统 学会写信 学会表达也好 或者站在现实的角度 我们在什么呀 作文考场语文 作文中会考到写作这种方式 那么都需要我们对书信写作 这一内容有足够的重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拍一谈 作文提高之书信写作 那么先给大家猜个名语吧 好 在家清清白白 出门脸上贴花 走过千山万水 制作亲人说话 这是什么呢 大家猜一猜 清清白白的会贴花 会走路 会说话 这莫非是个人 对不对 是个小女孩吗 对不对 那具体是什么 我既然把名语放到这里了 肯定跟我们课程内容相关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谜底是不知道 你们猜出来没 是信 对不对 写单独的信 有一个歌手叫信 对不对 OK 那么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写信的时候 经常在传统的这个概念中 我们写信一般是大白纸写 对不对 或者带点格 其实很干净 对吧 然后信封 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信封 也是白色的 印象中 也是白色的 然后呢 贴花是什么呀 这个贴花啊 其实就是贴什么 邮票嘛 对不对 你想要寄信 肯定得贴个邮票 走过千山万水 你看 不管是从我这儿 寄到 比如说甘肃啊 四川啊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或者我把它寄到海外 去到美国 澳大利亚等等 都需要 这个信件怎么样 走过千山万水 对不对 最后 这对亲人说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 对朋友说话 对那些所有 我们爱的 以及爱我们的人说话 对不对 在信中 表达你的自己的 一种情感 或者能够向他人 说明自己的近况 这都是在信件中 所反映的 所以爱情的这个谜语 就跟我们今天 要讲的内容相关了 那么具体来看看 书信写作的内容 哎 怎么写信 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对不对 我们在考场中经常 如果要写到一个 小篇幅的作文的话 有可能 哎 这种书信写作的方式 就会考到了啊 好 信又叫做书信 家书等 那么由于古代 刚才已经说到了 交通不便 所以呢 古人传递信息 在外报平安等 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写信 那么古人有 红艳传书之说 也有什么呀 飞鸽传书 甚至我们经常说 这个信件 叫快马加鞭的 十里加齐的这种 哎 马 哎 这种人 骑着马 把信件从一个站 转到另一个站 再转到一个站 然后到达目的地 对吧 也有这种传输方式 所以说以前 你看我们 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 这个哎 科学技术没有 现代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 借助一些外力 比如说东窝 等等 去传递信件了啊 好 那么具体的 古代诗歌中 怎么描写信的 我们来看看啊 相信有些诗句 是大家背过的 非常熟悉的 第一个 秋思 洛阳城里 见秋风 玉座 什么呀 家书 亿万重 父孔匆匆 说不尽 行人 临发 又开封 对不对 家书 哎 我们说到家书 马上就想到了 另外一句诗 家书 地万经 对不对 烽火连三月 家书 地万经 也就是说 哎 对这个 家里人来说 在外的人 就不管是在战场上 也好 对吧 烽火连三月 战场上也好 或者是漂泊他乡的 这种游子也好 哎 家书可谓是真的 非常非常珍贵 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完全 慰藉到自己心情 这种感情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哎 并且我们所写的新建 对家人来说 怎么样 也是尤为的珍贵 对不对 有时候 哎 我们经常 北大里啊 会搞活动 就是说在这个母亲节当天呢 这个爱心社的同学 会在这个路边 主动发起 请给爸爸妈妈 请给你的母亲 写封信吧 为什么呢 在母亲节当天 他们会准备好 非常精美的这种 书信的这个纸 还会给你提供好 信封和邮票 只要你写 你写好 然后给他们 他们就会负责给你寄 把地址写好 哎 我觉得这个就是 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充分能够体现 信的这种 哎 传递感情的作用 啊 好 来继续看一下 江水三千里 家书十五行 行行无别语 直到造还乡 你看多么通俗的解释 家书 哎 没有什么别的话了 对不对 都在让我早点还乡 早点回来吧 我们都想念你 对不对 哎 所以你看 大家在这里 有很多这种 关于信的这个古诗中的 曲线 云中谁寄 锦书来 燕子回时 月满西楼 这也很熟悉 对吧 锦书 我们经常 以前会有两种方式 一呢 是妻子思念丈夫 所写的这样的一个书信 另外 我们就会说锦书 华丽的 对吧 华丽的这种文书 等等等等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信 在古代 在古人心目中 是何等的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因为形式有所变化 那么这种传达的方式 有所变化 所以呢 这个信 可能重要性稍微减弱 但是这种表达的方式 却优为的重要 对吧 写信 这种表达方式 更加的突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学着写 学写信 忙坏一家人的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前段时间 可能看不清啊 我给你们都念一下 南京市上小学的 这个张鑫同学啊 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一人课上老师 教他们写信 下课后 老师还提 他们给亲戚写一封信 因为课上没有好好听讲 张鑫写信时 忘记了格式 就去问妈妈 但因为长时间不写信 张鑫的妈妈 也忘记了写信的格式 于是 她就打电话 给读研的舅舅 舅舅想了一会儿 说 他被难倒了 最终舅舅 在网上查到了 写信的格式 信终于写出来了 但记得谁呢 爷爷家正在拆迁 还不知道门牌号 外国家的信箱 坏得差不多了 天知道能不能收到 最后 陈欣把信寄给了舅舅 几天后 舅舅收到了信 在宿舍里 还引起了一阵轰动 真是少见呢 现在 居然还有人写信 哎 像这样写信的小学生 已经不多了 有人就说 都什么年代了呀 还教这些无用的玩意儿 有什么事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或者什么呀 发个短信 何必费这么大劲呢 所以说在这里 小达老师说这件事 学写信 忙话一家人 问东问西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最后 而且收信的这一方 能否收到 也非常怀疑 所以呢 在这里 小达老师就非常担忧的 一件事出现了 哎 你还会写信吗 你 你 你 还会写信吗 对不对 十年后 你还会写信吗 这里 还会写信吗 你 传播一下小达老师的语气 你还会写信吗 就是 你会写这种写信的格式吗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第二个 十年后 你还会写信吗 你还可能写信吗 对不对 你会不会用写信的这种方式呢 哎 所以 对于这个问题 你一定会 哎 对对 无所谓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么简单的事 谁不会做啊 别急再回答一个问题 你多长时间 没有写信了 大家思考一下 多长时间 手写信了 亲笔写信了 二 看到这个 你可能会犹豫一下 对不对 已经好久了吧 五年 七年 接着去更久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啊 还会写信 我们会在那种杂志 对吧 杂志上会有那种真笔友 什么小学生写作那种杂志 就会有 下面有笔友 哎 他可能就把地址留下来 你就可以给他写信 然后他就会回你 就这样 来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但是在当时呢 就已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路途太遥远 哎 我当时我记得 我给江苏的同学写信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就当作笔友这样写了 哎 我写过去的内容 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他在返回回来 那么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写了 你就已经忘了 就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 其实写信 对于我们这个时段 在这个社会中 他已经慢慢被淡化 他的作用在被淡化 他的这种情感的承担 也慢慢被淡化 所以 我还是希望能够告诫大家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风火连三月 家书底腕金 我们说到的家书 更多 如果把它扩大开来的话 我们说到书信这种方式 我们真的可以去 怎么样 识一识古代的一些智慧 感受一些这种亲笔书信 所带来的这种思念 情感的寄托 好吗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书信的格式 书信的格式在这里 用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比喻 对不对 头 称呼 正文 束缚语 我们说注词 以及两个脚是什么样 署名和日期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书信的包含部分 我们来看看 头是称呼 区体是正文 刚才那个歌看到了 尾是祝福语 前脚是署名 后脚是日期 具体的 在写这几部分内容的时候 在格式上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称呼 称呼 在这里需要考一下大家 刚才已经问了 你会写吗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平常写信 是不是没太注意格式 反而我们在考场中 写信是非常要注意格式 你如果格式错 这是最基本的考点 你如果格式错 就不会得分的 对吧 另外 你想想 我们平常写email的时候 对不对 写电子邮件的时候 也是穿着穿着胡写一顿 然后就发过去了 根本不注意格式 对吧 称呼要在什么地方呢 单独占一行 以示尊敬和礼貌 我们来看一下 要第一行顶格书写 大家记得吧 心爱的什么什么 敬爱的什么什么 要顶格书写 并且在称呼后面 要加上什么 表示下面有话要说呢 我们一般说 我们后面有引号的 是说话了 对吧 那么我之前会加什么呀 冒号 OK 这一点不要忘了 不能写成逗号 好 第二个 问候 这种问候 什么你还好吗 对不对 身体怎么样 健不健康 等等等等 这个可写可不写 大家自己看着办 问候语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是什么 单独成断 怎么样 紧接称呼后 后面写 对不对 也可以怎么样 称呼的下一行 另起一行 空两格写 反而 而且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对不对 我们敬爱的什么什么 下一行 冒号 下一行 空两格 再写 身体好不好 别来无恙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好 第三个就到我们的正文 正文要怎么样 哎 是紧接着问候语写吗 紧接着称呼写吗 哎 不对吧 要另起一行 空两格 开始写 如果内容多 应该要分段写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 哎 很长时间没有联系 这个人了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发生的事情要说 那么这种发生的事情 如果多的话 可以分层次的分段而写 对不对 如果是回信 应该在正文开头就写明 怎么写明呢 我们来看看 哎 几月几日 来信 收息 你来的信 你哪天来的信 我收到了 哎 我看到了 我现在给你回信 嗯 好 正文写作要求 需要这几个关键词 真诚 答意 得体 慎重 哎 就是说 在我们的整个书信的过程中 比如说 哎 有时候我们的书信是非常紧急的 可能你要询问某件事情 或者你要征得某个人的同意 那么这时候 你在情感的表达上面 肯定要真诚 对不对 特别是我们在慰问他人的时候 对不对 哎 可能就要真诚一点了 对吧 你不能虚情假意吧 而且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要征得别人的同意 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表达好你的意思 并且得体 对吧 我们对待长辈的 哎 肯定要多用一些什么禁词啊 对不对 哎 慎重 对不对 在一些言语的选择 词汇的选择方面 可能需要慎重 特别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对象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啊 好 下面一个 证文最后 当对上述内容 我们做一个规结和强调 也就是我们说的啊 总结句 对不对 哎 在其中 特别是 比如说 你有很多事要说 那么可能每段的后面 稍微加上一点小小的补充和总结 对不对 好 比如说如 拜托这事 上膝相助 哎 我拜托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帮助了 对不对 OK 如何处置 静后着财 哎 对不对 哎 怎么办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赶快回复我 我等候您的这个处理办法 对不对 好 之类一概括书性内容 好 书不尽义 语言后述 以及来日是荣 书不多谈之类 表示什么 客气 也就是说 可以是一个概括性的内容 也可以是一个表示性的客气 哎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 对不对 我并没有完全表达的意思 那么无疑 剩下的以后再说了 对吧 以及 最近有点多 对吧 我就平比在这了 哎 那么以后再慢慢聊 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结尾的一个方式 那么结尾语 也就是说 写完正文 临结束后 写一句 祝诵 表敬 或者 勉励的话 哎 这个可能大家有见过 对不对 给长辈写信 可以写什么 祝您安好 敬送 健康 以及敬祝全家平安 等等 对不对 哎 给平贝写信 可以说啊 祝你进步 嗯 祝你工作顺利 等等 好 给晚贝写信 可以写 旺旺旺 对不对 努力学习 哎 吸你发奋工作等 免力的话 你看可以有什么 哎 祝诵的 表示敬意的 免力的 等等 都可以写啊 还有 络遇节日写信 可以 祝你节日快乐 哎 敬祝春节 对不对 春夕 春喜 对不对 等祝词 也就是说 哎 正好碰到节日了 你就 或者说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等等 对不对 肯定是在生日之前 发的嘛 啊 好 可以把节纬的 祝宋语 先写什么什么等词语 可紧接正文写 也可另一期 另一期一行 空格写 什么呀 此至 祝你 公祝 对不对 哎 这个可以紧接着正文写 也可以另一期一行 但是如果要另一期一行的话 一定要怎么样 空两格写 然后另一期一行 怎么样 给你强调一下 顶格写 敬礼 快乐 安康 等词语 哎 这个搭配好像大家经常见到 对不对 此至敬礼 哎 也就是说此至要在这个正文的 比如说这说完了 那在这空两格 我先写 此至 然后呢 下面就要顶格写 哎 这是这是边 对不对 这都是 然后顶格写 敬礼 啊 我觉得这个是经常你们会容易犯错的 这是要空两格 这是要顶格写的啊 千万不要忘了 这这位置有点 有点混乱 对不对 好 等会会有例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 书信格式 第五个署名 署名一定要注意 亲属好友之间要写上称位 还要在名字前面加上称位 如 第 什么什么 而 什么什么 对不对 都要写到 那么最后 日期 千万不要忘了 哎 写清这个月日即可 比如如果是节日 可用节日名称代替时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例一 马上就有例子啊 好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看得见啊 科研老师 您好 我从报上读到您写给小学生的信很有意思 虽然我不认识您 巴拉巴巴巴巴巴 OK 进住 身体健康 你看到没 这有两个空格 还有哪有两个空格 对 这个 也有两个空格 所以这两个空格一定要注意 并且 小学生 谁是谁 对吧 5月10日 都不错的啊 你看 称呼 收起信任 科研老师 然后呢 第二个问候 问候语一定要怎么样 空两格 另一行空两格写 然后呢 正文部分 一定要写 他如果是一件事 你看就一段 如果多件事 可能有多段 那么住词 空两格 然后最后 庶民 谢信任 预计 日期 都没有问题吧 这是立一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立二 好 亲爱的小丽 嗯 称呼收信任 您好 在这里有问候 空两格 你看 他这空的还挺好的啊 对不对 空两格 然后呢 正文 还记得我吗 四年纪时我们曾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空两格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助词 空两格写 助 OK 学气愉快 最后署名 去写信任的署名 以及日期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你看在这里 您的小伙伴 臣名 对不对 你可以再加同学 臣名等等 都可以啊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立二 在这里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亲爱的朋友 你看到这儿是不是就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格式不正确 开头要顶格写 亲爱的朋友要顶格写 空两格 你们好 我们没有见过面 不知道你的学习好不好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 只要成为朋友就好 有没有觉得这一段 有点像绕口令 对不对 不知道你的学习好不好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 只要成为朋友就好 对 是不是像绕口令 对不对 朋友们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以后 我们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多高兴多好啊 就你们学习成绩好 各科成绩都是优 学习成绩好 各科成绩都是优 是不是有点语义重复等等 哎 姓名张强 哎 然后呢 就没了 那么问题太大了 对不对 内容太简单 也就是一直在围绕着 我们成为朋友吧 我们能不能成为朋友啊 我们成为朋友以后多好啊 就是这个内容 对不对 哎 署名要靠右下角 对吧 应该在这边 那么缺少了日期 这就是一个格式不正确 不规范的一个竖心写作 希望大家能够提起 爱主重视啊 好 那么信的内容 如果是一封建立友谊 或者加深友谊的信 你会写什么呢 自我介绍 你看就像刚才的这位 可能就是之前没有见 没有见过 对不对 哎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 我们能不能成为朋友呢 他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可能之前怎么样 没有见到过 所以需要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刚才那个是不是没有 对不对 我是什么什么 哎 而且具体的一个情况也不说 那 如果是固有 也就是说认识的老朋友啊 就不需要了啊 好 第二个 学校的生活以及 课外的活动 比如说你在学校 读哪一年级啊 平常的课程 怎么怎么样啊 对不对 我哪门课学的好 哪门课学的不好 对不对 以及课外的一些活动 除了学习之外 我可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对不对 平常会不会打球运动 或者弹琴 就是什么 跳舞啊 唱歌啊 等等 对不对 以及我们平常 哎 小朋友们过生日 我会不会一起过啊 等等 对吧 甚至可以说一些家庭的生活嘛 对不对 你看在这里家庭生活和兴趣爱好也是可以说的 那么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你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围绕着这些了 对不对 所以能就是每个部分能够谈到一点事 当然是非常棒的 而且最好不要对一件事情想太多 对吧 你既然如果是一个交朋友建立友谊 加生友谊的这样一个活动 你就可以来多方都谈一谈 对不对 当然每件事情可能就要分段写了啊 对吧 让层次更清楚一点 回忆之前的相处就是对固有来说的 哎 我们平常 刚才就是有一个什么 哎 你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吗 对不对 哎 当时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特别好 经常给我们发唐吃 哎 我们两个也是友情特别好 对不对 经常一起复习功课 一起把作业完成 而且 我有什么困难 或者忘带了什么 这个 工具的话 对吧 橡皮帮带了 铅皮帮带了 你就会主动借给我 你人真好当 非常怀念当时的时光 对不对 哎 就可以回忆一下以前的生活了 好 然后呢 计划一起活动 比如说 哎 五一快到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玩了 对不对 你看你爸妈 或者我爸妈 我们可以一起到某个城市去玩 或者如果在一个城市的话 就可以一起去交游 等等 对不对 哎 可以计划一些活动 你看你这样说出来 这个信件的内容 是不是就非常生动活泼一点 而且丰富一点 你看 一直 啊 我们交朋友吧 能不能交朋友啊 交朋友多好啊 一起玩啊 多好啊 对不对 就一直在重复着一个话题 非常简单 啰嗦 对不对 好 邀请他来做客 希望你去对方那里 去做客 对不对 嗯 OK 等等 这些都可以成为 我们如果想建立友谊 或者加称友谊的信里 所可以涉及到的内容 并且 我觉得呀 对不对 在一些正常的信件中 比如说 你想邀请校长 对不对 给校长写信 说参加某种活动 那么 哎 自我介绍也是必须的吧 对不对 哎 这个活动的内容 是不是也要简单介绍一下 对吧 最后什么 希望您来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 可能都是会涉及到的 那么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不必面面举到 选择几点写 要怎么样 有想有略 这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想写了 就变成一篇 真的一篇大作文了 就不像一封信 那么它读下来 可能会觉得 有点累 对不对 所以说 想略的安排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如何把信写好 你希望收到 小伙伴什么样的信呢 想想看 你想 如果你收信了 你在拆开信封的之前 对不对 你可能会有所想象 你觉得这个信里会写些什么内容呢 对吧 这个信的这个 感觉是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我现在来个地方 我下车 我下车 下车